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今天就是一趟跨时代的旅行 马丘 我们这里占地还蛮广的 是 我们占地有五千坪 可是我看每一条街道都各有各的特色 对 在我们村里面 我们融入了四大族群 有眷村 闽南 原住民跟客家族群 那像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条 这条是我们的客家老街 你看它的墙壁上都是用红砖墙 那以及我们的立面 整个都是罗马的巴洛克斯的建筑方法 对 原来招牌也很富不够 没有错 全部都是复刻当时年代的生活 复刻版的湖口老街 石板路配上老牌楼 散发浓浓的客家风情 转个弯 来到老眷村 慈禧比诺的叫慢声 像有说不完的故事 这里好热闹喔 对 这是我们早期的眷村 还有聚落 而且真的有很多人在叫卖 对啊 我们那时候的一个 叫卖的原画都是这个样子 这是玩具 对 以前的 这个叫什么 波浪谷吗 波浪谷 还有叫卖马上的 而且这个好像是用罐头做的 罐头做的 对 它真的很有趣 所以以前小孩子的玩意儿 又在这边 可以找到 没有错 它也变成这种 早期的走卖的文化 对 早期的玩具虽然设计简单 却很值得回味 不过玩起来真的蛮吵的 而这种引人注意的响亮声音 也适合运用在叫卖上 .» 海中 你好 他有卖糖糊乳的 对对 叫南 stump 鬼 好棒哦 真的很 真的真的 可以来一串吗 可以可以 我要这个 我要这个 它有两种口味 这这是 anlat 蕃茄 对 蕃茄的 然后还有一种 这个是什么 萱山茶 这是个叫南 stump 鸟笠的对 對 所以以前的那個小朋友 如果可以吃到這裡穿 應該會不會灑花了吧 對 真的 真的 很脆對不對 對 它有趣喔 它咬下去那個焦糖脆脆的 對 可是裡面的那個番茄 還會有甜甜的汁液散發開來 兩種口感耶 它綜合了那個甜味跟酸味在裡面 對 所以早期有人說過一句話 吃這個糖葫蘆就是 生甘甜甜甜像愛情的味道 對 它在形容吃這個糖葫蘆的感覺 對 很貼切耶 真的 是 這麼認得 對 這個是彈珠汽水對不對 對 早期叫Namune Namune 是一種日本話 好有趣耶 Namune 冰冰涼涼的彈珠汽水 是許多人共通的童年記憶 不但清涼消暑 最棒的 是可以享受開瓶時的震撼快感 等一下這彈珠汽水 我弄得跟開香檳一樣 更幸好我們今天要來慶功來著 對 小孩子就最喜歡的這個 對 因為喝完之後呢 又給我這個彈珠可以玩 可以蒐集起來對不對 對 所以彈珠汽水其實是 好喝又好玩的一種東西 沒有錯 喝看看 好喝耶 古早味的味道 乾一下 乾一下 濃濃的古早味 深深的故鄉期 不管是清涼翠綠的雪花冰 還是鋪滿菜脯的鹹蛙味 都能重溫記憶中的美好味道 他們下了工之後 最喜歡吃的吃雞 就是這個蛙味 很平民的美食 對 而且這個當點心 當正餐都很適合 對 好吃 從點心小吃到名聲優品 都能體現 早期生活的簡單純福 熱鬧的大街 還有街頭藝人現場表演 精采的來了 對 我們台灣早期的童彎 打陀螺對不對 這個老師不簡單 號稱是我們 黃飛鴻第四十五代弟子的死對頭 好 胡雲先生的好朋友 怎麼頭銜這麼長 是 是 厲害耶 是 他可以轉很久 累積三十年的功力 陀螺不管大小 一到師父手中 就得乖乖聽話 精準的程度 就像有了生命一樣 好厲害喔 除了打陀螺 老街裡還有許多童彎可以體驗 不管是球半007 來場竹槍對決 Yeah 或是夜市裡常見的套圈圈 都可以成為有趣的遊戲 加油 可以的 1 我覺得我比較有機會 我覺得我會先套到 不是我 你看 不玩了啦 喂 你回來 怕不中不玩了啦 你回來啊你 別的遊戲 別的遊戲 來 求神問候 來 求神問 來 師父算一下我的運勢吧 Yeah 這個 我看什麼鮮 哇 是個上上鮮啊 Yeah 心動中 關心你的健康 你如果頭痛 腰痛 腳痠痛 車腳 折磨 體焦喔 YA 你好厲害 我成功了 我終於找到我擅長的 是 真的 等一下 其實我們玩了很多的遊戲耶 這些都是小時候的回憶耶 對呀 大人來到這個地方呢 他都可以去體驗小時候 回憶她小時候的那個光景 很有共鳴 對 很有共鳴 小朋友來到這個地方呢 他可以去體會到說 早期的人不用花若朔的錢 生活中的一些物品 就可以去創造我们的乐趣出来 对 乐趣要从生活当中来寻找 是 你不用说 对 对 再来 简单的立瓶子带来满满的趣味 想要找回更多童年的快乐 还可以背访玩具博物馆 里头展示了上万件 40到60年代的玩具 手工彩绘的昂阿森 小巧精致的昂阿镖 各式的玩具枪 还有机器人模型 现在都成了珍贵的古董 一边唤醒记忆 一边还能重温 成真的海提岁月 太神奇了吧 咱们村连车站都搬来了 是 这个极其火车站 是在我们1942年的 那个极其火车站 原来的版本 我们用四分之三的比例 建造完成的 所以跟现在的极其火车站 是不一样的 现在的极其火车站 是1999年的 九二一大地震全倒 倒掉完再重建的 包括这个吊灯 都是那个时期的 欧式吊灯 所以这个算是 正宗原版复刻的 对 是 外幕建造的古老车站 简单纯朴的小镇风味 让人感觉格外温馨 而且连车票都很有创意喔 我的车票是荣华富贵喔 美梦成真 来 赞导麻烦你 谢谢 来 谢谢 我觉得今天逛下来啊 这里真的像是一个 小时代的缩影耶 感觉有说不完的故事 是 其实我们最主要 想要传达的里面就是 让不同时代台湾人 拥有共同美好回忆 尤其是台湾人的人情味 只要来过这个地方的人 都可以感受到 满满的人情味 然后把这满满的幸福 统统全部带回去 所以我今天真的是 满载而归了 是 满满车 车在车 车 大家担心车 离情依依的音乐声 回荡在车站里 会别充满人情味的 宝岛村 期待有缘再相见